他叫二狗子,一个十日不多的间动症患者 除了脖子往上,他整个身体都已经瘫痪 这天好兄弟在看望他,问他有没有什么愿望想要实现 直到自己十日不多的他,大声地喊出了自己的愿望 二狗子虽然身体瘫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生理功能还是正常的 每次护士来给他换药的时候,他总是会忍不住地瞄人家 这天大夫告诉他的父母,二狗子可能已经十日不多了 父母虽然不能接受,但也只能面对这样的事实 这天晚上,爸爸问他有没有什么愿望 二狗子并没有说什么,爸爸能做的,也只能是多陪陪的 这天,二狗子被公园的美女吸引了 爸爸顺着儿子的目光看去,他知道了儿子的愿望 儿子是想和正常人一样跑步运动 爸爸开始收集资料,发现国外竟然有一个父亲 带着残疾的儿子去参加马拉松,获得了所有人的欢呼 他决定帮儿子实现愿望,他开始锻炼身体 虽然腰间盘很突出,但是也不能阻止他的觉醒 他努力地锻炼,他要在比赛的这天 带儿子感受峰值电厕的快感 但是儿子却是一脸的无奈 不仅遭到了尾气的攻击 前面大哥看他难受,还给他一口水喝 甚至连塑料袋都不放过他 但是这不是最惨的 老爸途中坚持不住了,虚拖直接晕到 儿子的轮椅顺着坡就溜走了 直接冲到了路边,这一待就是一宿 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了 残忍爸爸竟然抛弃自己残疾的儿子 好哥们看到新闻后立刻赶到医院 通过二狗子的妈妈得知 二狗子竟然时日不多了 他们问二狗子有没有什么愿望 但是二狗子什么都没有说 大胖和小胖决定一定要为好兄弟做点什么 他们想起了电影里演的画面 大海啊,代表着友谊和青春 他们要带二狗子去一趟海边 一起留下青春的回忆 说干就干,他们趁着二狗妈妈睡觉的时候 把二狗悄悄地偷了出来 骑着小摩托,带着大轮椅 一路风驰电车地来到海边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无感 他们来到海边,竟然和一个垃圾厂没有区别 但是好不容易都来了 咋的也感受一些青春吧 如果就这么放弃了 那么就违背了来到这里的初心了 他们决定带二狗子体验也是不一样的青春 二狗子可以说被他们玩坏了 正巧又赶上了下雨 他们只能躲在破旧的棚子里 到了晚上,二狗的妈妈赶到 看着差点被玩死的儿子 妈妈愤怒地打了小胖一巴掌 然后就轮到大胖了 知道自己坐着这儿的兄弟带着礼物来道歉 妈妈给兄弟三个留下了单独相处的时间 此时二狗已经发觉 不论是爸爸带着自己参加马拉松 还是兄弟们看到他的表情 他都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 二狗就对着兄弟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他不想去这么离开 他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但是兄弟们却怀疑了 你呢,还好死吗 好死啊,老好死了 相当好死,必须得好死 小胖应下了二狗的心愿 他又是很痛快 但是要怎么帮他实现呢 只能找熟悉的人先问问了 他们想到的平时相处比较好的女同学 你这么长得很不尴尬 你这一遍就能够做得不成吗 很显然 这个方法并没有效果 然后他没有想到的街边的小广告 但是人家一听 工作地点是在医院 纷纷表示 你是神经病吗 连小广告都不行了 小胖想起来 大胖有一个姐姐呀 大胖打了他一拳 你这个混蛋 竟然把主意打到我姐姐的头上 就这样 在被兄弟实现梦想的道路上 又添加了一抹红 小胖这时候想起 自己认识一个好大哥呀 要不说这俩兄弟胆肥呢 大哥的女人你们也敢惦记 于是这兄弟俩被大哥扒个经过 这场面 直接吓跑了车站的小妹妹 还被警察发现了 很快 这件事情就上了电视 暴露狂的年龄是越来越小 这个报道被大胖的父亲看到了 于是大胖的眼睛里 现在全是红色 兄弟俩实在没招了 决定亲手帮二狗实现梦想 他们用石头剪刀布 来决定谁来行动 于是他们锁好了门 关好了窗 带上了作案工具 蒙上了二狗的眼睛 正打算要死死的时候 二狗的爸爸突然走了进来 这个场面该怎么解释呢 大胖此时已经被吓得灵魂出现了 求生欲极强的他 直接说出了二狗的愿望 于是实现梦想的队伍 又多了一名队员 二狗的爸爸带他们来到会所 但是小姐人们一听 要在医院工作 纷纷表示不同意 离开的时候 大胖还碰到了他们的班主任 就这样 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 兄弟俩又添加了新的伤痕 小胖很坚强 宁死不去 打死我也不说 大胖怕自己会说出秘密 直接决定要咬蛇至今 这个时候 二狗的爸爸走了进来 老师被他们的故事感动了 于是 实现梦想的队伍 又多了一名队员 他们来到会所 老师可是这里的VIP中匹 他们真的找到了一个 愿意去医院的小姐姐 但是人家出场费很高啊 为了兄弟 小胖选择在工地打工 而大胖 则偷偷卖掉了爸爸心爱的球杆 他们给二狗梳妆打扮一番 这个夜晚 就是实现二狗梦想的夜晚 大胖和小胖都被这个小姐姐迷入了 甚至想要在这里观摩学习 这是什么体验 好兄弟在里边实现梦想 他的爸爸和他们在外边放红 这时候 二狗的妈妈突然来看望儿子 兄弟俩使劲浑事卸出 想要拦住妈妈 正当计划要成功的时候 并往里突然传出了奇怪的声音 就在这个时候 爸爸突然出现 直接一个诱惑船 把自己的老婆打翻在地 牙都打掉了 你说得多狠吗 二狗的愿望是终于实现了 小姐姐被他们的故事感动 只留下了来往的车费 把剩下的钱还给了大胖 二狗是开心的和朋友分享自己的初体验 他的爸爸自然被妻子关了起来 爸爸也是铁骨正中的汉的 即使是重生监禁 他也不会说出这件事情 这天是二狗的生日 但是他却越来越虚弱 他回想起爸爸带他去跑步 回想起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 回想起傻乎乎的兄弟们 是的 奇迹没有发生 这个少年被病魔夺去的生命 爸爸交给他们一封信 是二狗最后用嘴巴写出来的 上面写着二狗对他们美好的祝福 电影当时就结束了 这本来是一个悲剧的故事 但是却是一部喜剧电影 一部让你笑着笑着就流出眼泪的电影 也让我想起自己曾经的遗憾 但是过去已然成为过去 愿我们的生命中不再留有遗憾 这期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